《海風輕柔的吹斧》 我記得那是一個有和尋陽光的夏日 海風輕柔的吹斧熱 我和小美就住在這張海邊的飲商 喝著啤酒 聊著往事 我們聊我們以前曾經喜歡的音樂 曾經一直看過的電影 我們聊朋友的糗事 我們聊我們去過的地方 總之我們一聊起往事就停不下來 好像要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回憶 都翻箱倒櫃的清掉出來一樣 你想到什麼 我們肩並肩坐著 常留在小美髮燒洗髮精的味道 伴隨著海風鹹鹹的味道 一陣一陣的撲筆而來 我才想起以前的她 總是留著一頭小男生的髮型 而現在的她 變得更成熟 更有女人味 長髮水風飄揚 我回家囉 我也要回家了 天南地北聊了許久之後 我們決定去海邊玩水 於是這兩個酒瓶 就留在木椅上 這個景象好像在說著某個 關於青春或是關於遺憾的故事 總之這個畫面很美 於是我就把它照下來 成為永恆的瞬間 我們在錄音 等一下再打給你 那你為什麼要我去 叫我大高調節你了 沒有,因為我在錄音喔 好,你怎麼要我去 好,你怎麼要我去 好,好,拜拜 這一切簡直都太美好了 太美好了一點都不像真的 對 其實它不是真的 這都是我編出來的故事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很有可能成為回憶的羅生門 就以這張照片來說 它可能是我在 某個老舊報紙上面 剪下來的一張照片 它也可能是 我的祖父在年輕的時候 帶著很時髦的相機 在海邊拍的照片 正確的答案是 這張照片是我拿著一個玩具相機 然後裡面裝著過期的底片 拍出來的一張照片 在哪裡拍的我其實想了很久 我才想到說 應該是在北海岸拍的 確切日期其實我也記不得了 好像是 2010年 某個夏天吧 如果真的要說這張照片的故事的話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想像著最美好的一切 都在這張照片裡面 那是一個 有和尋陽光的夏日 微風輕輕的吹拂著 而小美就是在我身邊 我們兩個喝著啤酒 聊著重慶的往事 一切都是那麼美好的 一切都是那麼美好的 不要 不要 就讓我們敬回憶 敬青春 敬世居的一切 乾杯 一切都是 敬歐 淋 敬世居 一切都 一切都是 敬世居的 一切都 用來賣 一切都是